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很高兴大家收听到VUZ.js详解 我是你的天心讲师,艾米 讲完了文本的差值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现在插入一个简单的文本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插入一些原始的HTML 好,那么插原始的HTML的话 可以插入文本 它稍微不一样 它需要用三夸和号标签 好,举个例子 这样的 DIV,然后呢 记住不是两个花固号 而是三个花固号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HTML也插进来 那么在这里要说明一下 当内容于HTML自幅创插入的时候 数据板定 它将会被忽略 那么如果需要复用的话 那么我们应该需要使用这个partials 那partials的话 我们将会在之后的课程当中做详细的讲解 那么现在我们来先举个例子来看一下吧 在这里 我们仔细看 这两个例子当中 它其他没有任何区别 唯一的区别是 这里是innerHTML 那么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script当中 我们前面插的是innerText 那么它里面就有 大家好 欢迎来的麦子学院 这句话 那么在下面这里呢 我们写了一个innerHTML 在这里面 我们就写了一个欢迎来的麦子学院 但是我们觉得麦子学院是重点 所以呢 我要把它加这么些 我把它加这么些 那么我给了个I标签 好 I标签 有HTML基础的 同学都知道 I标签是可以让字给倾斜 对吧 让字给倾斜了之后 同时呢 我们给了个style 让它的颜色变为红色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好 在这里 我们会发现 它写了 它在麦子学院这四个字 它明显的变为了红色 并且是倾斜 那当然这里会有点 制造 简单的五毛钱特效 刚才会漏了一点点 像这样漏了一点点 好 然后呢 我们在现在 可以选 选不中 对吧 好 这种特效的话 这块是因为倾斜的bug造成的 那么这里 我们会发现 它变为了红色倾斜的字体 那假如 假如 我们把这个花括号给它去到一半 去到一半 它会变成什么呢 好 我们会发现 它已经指引寒了 已经溢出了 我们溢出是隐藏的 所以看不到 但我们会发现 这个我们的I标签 它一模一样的给它显示了出来 它会认为 我们就是I style 等于color red 这些东西 它都是认为只是文本 我才不管你写的是些什么东西呢 我不读它 我给你原样给它输出的出来 好 刷花括号 它会原样输出出来 那么我们要能够完全的显示出来的话 我们一定要像这样 用三花括号 OK 三花括号的话 它会来详细来读 我们要插入内容 然后呢 读了之后呢 它发现 哦 这里是个htm的标签 好 那么我就要把它 认为是htm的标签 放进去 放进去 然后 等 然后呢 在流暖器这边 它就会把它html给它 以html的形态给它解释出来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我们的原代码这里 我们会发现 这会儿 在我们的DIV里面 它参照着欢迎来到 在麦子行动的旁边 它就明显的 把我们的这一块 I标签 给它以标签的形式 展现了出来 好 既然要比标签形式展现出来 那么浏览器 它就会识别它 识别它之后呢 好 那么这个标签的效果 就自然会出现得了 那如果 我们还是一样的 把我们的这一块 给它去掉 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 在这个里面 它展现的是这样的 好 它是这样的 它会在 我们的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插入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双银号 那么我们无论里面 插入是什么内容 它都只是字符串 它字符串里面插入 好 那么影响 刘打起来看 哦 这是只是个字符串 那么它就 它的优先级就是 哦 字符串 那行 我优先给它放进来 字符串 优先放进来 那么它就不管呢 我不管里面是些什么内容 我优先放进来就行了 那么里面呢 我们即使有HTML的标签 但是它认为是字符串 它就直接放到这里了 所以呢 我们这一块是不能少的 一定要是三花过号 让它以标签的形式展现出来 然后呢 双引号就直接放到这里 好 这边就是插入原始的HTML的方法 那么我们在这里 简单的会发现 HTML它还有一个特性 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双花过号 也可以用到HTML的 Attribute 好 Attribute是什么呢 是属性 我们可以用于属性的改变 好 很明显 我们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 像比如说DNV 然后ID等于什么呢 在ID的值 我们可以插入一个动态的 对吧 随着不同的改变 那么ID的值 它也会不同 那么在VOG的指令 和特殊属性里面 是不能有插入值的 这种指令和特殊特性里面 不能插入值 不过这一点 我们不用担心 因为如果我们用错了地方的话 VOG它会给出我们一个警告 那么再回到甘蔗的例子来看一下 很明显 在我们最初的这一个 我们是对DNV的class的属性值 插入了我们的这个双花过号 class的属性值插入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操作 改变了我们的双花括号的值 改变双花过号的值 那么间接的改变了class它的值 间接改变了class的值 就像我们的第一个例子一样 我们在这里的 我们通过点子的时候 我们改变了class的值 通过改变class的值 然后呢 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OK 这就是我们的html的特性 好 到此为止 我们的插入值就全部讲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